今天跟大家说说俄罗斯双喜临门 这第一喜就俄罗斯总统啊 普京毫无悬念胜出 波兰在那酸辣 说总统选举 俄罗斯的选举不合法 也不知道波兰人说的是哪个法 那第二喜什么喜 我一会再跟你说 大家还记得在1991年3月17号那场投票吗 那次投票比这次投票动静还大 那是一场全民公投啊 用投票的方式决定 苏联的命运 几乎全国人民都参与了 就是苏联还保留不保留 投票 在西方强烈的意识形态渗透之下 在戈尔巴乔夫 亚克弗列夫这些内鬼的侧应之下 还有就是叶利钦 这位老先生喝酒喝太多了以后 有的时候他胡闹 你知道吧 俄罗斯被西方渗透的支离破碎 与其说1991年那场公投 是关于苏联命运的投票 不如说是在西方的迷魂堂之下 那群人试图引诱所有人 去过他们承诺的虚幻的美国人那样的生活 一起实现来自上层的革命 读过这本书的人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 然而并非所有的苏联人民都上了当 在中国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以为苏联当年解体 公投大家都愿意苏联解体 不是的 跟很多人想象的苏联人民盼望解体的情况完全不同 1991年那次公投 那刑事民主大家都说 所有的苏联公民投票 你们决定苏联保留部分 我不保留 这应该说民主吧 民主之巅了吧 民意巅峰体现了 民意表达典范了吧 但是现在根据苏联中央选举委员会统计的数据 整个前苏联当时是有权投票的人 参与率达到80% 结果在整个全苏联76.4% 希望保留苏联支持统一 俄罗斯联邦那时候还是前苏联的组成部分 他投票率75.44% 那其中支持苏联存在的占了71.34% 就是说苏联人民不愿意解体啊 要国家统一啊 各个加盟共和国那时候 展现了对苏联深厚的感情 乌克兰70.2%的人支持统一 白俄罗斯82.7%的人支持统一 乌兹别克93.7%的人支持统一 哈萨克斯坦94.1%的人支持统一 土库曼斯坦更高 你能想象吗 土库曼斯坦支持国家统一 要求苏联不解体的占了97.9% 就98%呀 但是人民的民主 人民的意愿 人民的共同心胜被践踏 1991年12月8号 叶利钦等人践踏民意 签署了白俄罗斯协定 这导致苏联解体啊 两年之后 叶利钦更使用坦克来镇压议会 什么民主啊 这不专制吗 这不是独裁吗 今天的俄罗斯的媒体作者发表见解 说我要强调公投啊 公投决定永远不过时 苏联积极保留的公投 仍然是政治因素 请大家注意啊 今天俄罗斯媒体 关于苏联解体这件事情 所表达的强烈的意见 俄罗斯媒体说 199年3月17日 公投结果具有法律效力 适当时机可被利用 然而苏联不仅存在于我的心中 更存在于法律和历史当中 好了 让我们回过头来说 现在事实证明苏联人民的判断是正确的 当苏联解体之后 当红旗落地之后 当一个主权国家 被解体为15个国家之后 尔巴乔夫 亚克夫列夫鼓吹的 人们所希望的所谓幸福生活 见到了吗 非但没见到 整个俄罗斯民族 乃至此前的各个加盟共和国 14个吧 沦入了可悲的历史命运当中 直到今天仍然在苦苦的挣扎 大家知道普京这次又连任了 而且高票当选 普京连任好几次了吧 这次连任 而且如此高票当选 说明1991年3月17号那场政治公投 历史仍然在延续 由此不难理解 俄罗斯大选 为什么会选择在2024年3月17号 重合的日子 历史没有终结 今天的一切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痛定思痛的俄罗斯人民 不甘再次被肢解的命运 俄罗斯人民更高程度上的觉醒 证明了美西方对俄罗斯的渗透 现在遇到了强大的花岗岩般的 全民凝聚起来的力量的反对 正是这种力量 把普京推举到了这个位置 并巩固在这个位置上 没有人能够取替普京的位置 搞笑的是波兰声称俄罗斯总统选举不合法 我想选总统 完了 这话犯了劲了 扎禄日内呀 他的民调支持率远在泽连斯基之上 于是泽连斯基用卑劣的方式 解除了扎禄日内的职务 并将他的军级也一块儿给抹掉 泽连斯基高傲的宣布 乌克兰总统不选了 你也忒玩儿来了吧 说不选就不选了 那波兰指责 俄罗斯的总统选举不合法 有什么证据吗 没有 没证据 波兰只输出了情绪 而没有输出任何证据 波兰是个北约国家 波兰气质坚明的战队乌克兰 并且派出了几万雇佣军撤火辣劫 千方百计要把整个北约拉下水 前几天马克龙放话 说北约要参战 马克龙的这几句狠话 算是对波兰的一种呼应 但是德国人嫌怂 美国也没有决心和意志 下场俄罗斯直接对打 普京领导地位的巩固 是波兰的噩梦 做噩梦的时候发出梦意 你这不是很正常 好了 双喜临门的第二期了 今天是2024年的3月18号 在俄罗斯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 十周年 2014年的3月18号 签署了关于克里米亚共和国 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 这事大事啊 在2014年3月16号举行的全民公决当中 克里米亚的居民冒着生命危险 因为他们明白乌克兰基辅政权 给他们准备了什么 要弄死他们 谁同意加盟俄罗斯 那基辅政权 残酷的迫害他们 但是他们勇敢的自主的自觉的 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未来做出了选择 俄罗斯驻华使馆账号 今天我看他们回顾了当时的情形 参加投票的选民当中 96.78%的人支持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 克里米亚回归十周年 普京总统再次当选 用中国人的话说 这叫双喜临门 在战争状态下 普京依然高票当选 在战争状态下 克里米亚人民依然倾心向往俄罗斯 这是事实 感谢各位收看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董事长局居民司马门 再见